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作为一个除魔味道的修行人 今晚就要把他救出来 我走到张强消失的那栋大楼前 让方东找了一张方桌放在大楼门口处 然后我将两只白蜡烛放在桌子上 我又将装有荷包蛋 谁煮鸡鱼 谁煮五花肉的三样供品又放在桌子上 我一只手拿着刀 一只手抓着鸭子 用刀对着鸭子的脖子划出一道口子 我挤出半碗鸭血 用毛笔粘了一下鸭血 在黄纸上画出一张巨音符咒 顾名思义 巨音符咒是用来聚集音器用的 至于为什么要用鸭血画符 是因为鸭子属音 一般我做招音法师 需要用鸭子来做鸡品 我念了一句咒语 巨音符咒瞬间燃烧起来 我用燃烧的巨音符咒将两根白蜡烛点燃 通常来说 蜡烛的火焰应该是红色的 用巨音符咒点燃的蜡烛火焰是幽绿色的 接下来 我又抽出三根香点燃 插在装有生米的水碗中 做完这一切 我将纸钱和纸蝶的金银元宝全部点燃 顿时火光冲天 钱声援金声来 金声债下生还 如果有缘来相见 阎王殿前把手牵 我冲着前方的大楼喊了一声 我的话音刚落下 一个青年男子面无表情地从大楼里面一点一点地走出来 青年男子双眼呈漆黑色 面色铁青 眼圈发黑 嘴唇发紫 身上有黑气散发出来 哑巴张伟看到自己哥哥 他阿巴阿巴地喊了两声 就要向他哥哥的身边跑过去 我伸出左手一把拽住张伟 对他摇摇头 张伟明白我的意思 他停下了身子 不再往前跑 也不再大喊大叫 怕惊到自己的哥哥 张强走到桌子前 先是俯下身子 用鼻子对着三炷香秀了一下 然后一只手抓着煮熟的鲫鱼 一只手抓着煮熟的五花肉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他那咧着嘴的吃相很难看 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一副毛骨悚然的样子往后退 我能看出来 负在张强身上的冤魂 要比负在甲出马的吴三妹身上的冤魂 怨气重一些 虽然我给不少人去过附体阴魂 但是看到张强 我的心里面还是有点小紧张 我缓缓地走上前 对着被附身的张强说 钱和元宝都是给你准备的 吃饱后就带着钱和元宝离开吧 被附身的张强没有理会我 他继续大口吃着鱼和五花肉 时不时还会俯下身子 对着三炷香秀一下 三炷香冒出的白色烟气 瞬间就被张强吸尽鼻孔 三炷香也短了一大截 张强吃饱后 纸钱和元宝也都烧成了灰 他蹲下身子 伸出双手抓着纸灰就往自己的兜里揣 嘴里面嘟嘟囔囔的 也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我走到张强的身边商量道 大鱼大肉给你吃了 钱也给你拿了 你还是从这个人的身上离开吧 张强转过头 露出一副猙獰的表情 瞪了我一眼后 站起身子就要离开 换成以往 我只要给冤魂烧点纸钱和元宝 他们就能乖乖地离开了 看来今天这事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 当然了 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下午我刚回了一趟算命馆 将爷爷传下来的锁魂绳子带了过来 还带了一小罐刻意驱邪的黑狗鞋 狗是治阳之处 狗对应的十二地之 五行十五土 也就是阳土 黑狗的先天阳气是最纯的 像我们这样懂得驱邪之术的先生 在家中都要背上一两罐黑狗鞋 以阳制阴 看到被冤魂附身的张强要离开 我将锁魂绳系了一个活扣套在张强的身上 然后用力地向后一拽 张强被我拽了一个亮枪 差点坐倒在地上 张强稳住身形 继续向前走 他的力气大的离奇 我用尽全力也无法将他拉住 而且还会被他拖着走 问理说 用锁魂绳缠住被冤魂附身的人 这个人会像点了穴一般 身子一动也不会动 然而这锁魂绳对张强无用 张强立即冲过来 伸出双手抱住他的哥哥 想要拦住他的哥哥 张强张开大嘴 猛地咬在了张强的肩膀上 张强疼得嗷之叫 眼泪都流了下来 即便这样 张强也没有松开手 我将装有黑狗血的罐子打开 将黑狗血泼在张强的身上 张强身上刺拉一声冒出白色烟气 随后张强一把推开张尾 仰着头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按理说 这一罐黑狗血泼在张强的身上 附在张强身上的阴魂在墙也该离开了 结果这阴魂依然附在张强的身上不愿意走 说明这个冤魂不仅怨气大 他的怨念也很强 阴魂分为两种 一种是普通阴魂 一种是冤魂 正常病死或者老死的人 属于阳寿已尽 魂魄离体后 会被阴差带入地府报道 人自杀 他杀 意外横死 阳寿未尽 魂魄离体后 身上带有怨气 地府不收阳寿未尽的冤魂 这种冤魂只能在天地间游荡 等到身上怨气消散 阳寿已尽之时 他们才会被阴差带入到地府报道 此时 张强倒在地上痛苦地打着滚 我现在必须要将附在张强身上的冤魂驱离出来 因为阴魂浮体时间过长 人体内的阳气会快速流失 当人体内的阳气消耗尽 那这个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张强被冤魂附身一天 估计体内的阳气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对身后看热闹的人喊了一声 别站着看热闹了 大家过来帮个忙 将他摁住 我要将敷在他身上的脏东西驱赶出去 结果大家无动于衷地站在原地 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 也不是大家冷血无情 在场的人都被张强诡异的样子给吓到了 哑巴张伟猜出我在对大家说什么 他跑到众人面前 跪在地上给大家磕头求帮忙 头磕在地上发出砰砰砰的响声 没几下 张伟的额头就磕出了血 在场的人都被张伟的举动所感动 大家喊了一声 拼了 就向张强的身边冲过去 十多个人冲到张强的身边 有的人摁着腿 有的人摁着双手 还有的人直接跨坐在张强的身上 大家将张强控制住后 我拿起一把小匕首 将右手中指的手指度划破 挤出一丝鲜血 在张强的脑门上写出一个合体字 摄令 摄在上 令在下 摄令是古代时候 君王发布减免罪行 或者负义的一种命令 我们经常会在电视里看到说 皇帝大摄天下 这里就是指的摄令 摄令再到道教被称作为法指 意思是三清天尊下达的命令 我之所以用中指血 在张强的脑门上写出合体字摄令 是因为人的中指血液 具有先天纯阳之气 关键时刻 可以咬破中指辟邪 天有三齐日月星 通天透地鬼神经 若有凶神恶煞鬼来临 地头凶神恶煞走不停 天清清 地零零 弟子奉三毛祖师之好 何神不讨 何鬼不惊 急奉祖师毛山令 扫出鬼邪万妖警 急奉太上老君令 虚魔斩妖不留情 我对着张强念满咒语后 张强张开大嘴 由一团黑气 从张强的嘴里面窜出来 张强停止挣扎 双眼一闭就晕了过去 黑气化为一个半透明的人状形态 看年纪约有四十多岁 头戴瓜皮小帽 身穿紧衣绸缎 下身穿着一双高腰棉靴 身高一米七 身材较胖 看到这个冤魂双脚离的 向张伟的身边飘过去 他打算进入张伟的身体里 我眼急手快地 拿起被施过法术的陶木剑 对着冤魂的身子劈了过去 我这一剑即将劈在冤魂身上 冤魂化为一团黑色阴气 向西面逃走 我拎着陶木剑 追了二十多米远 那团黑色的阴气消失不见了 既然逃走了 我就不对你赶尽杀绝了 我自言自语嘟囔一句 就回到张强身边 我蹲下身子 查看了一眼张强的情况 并不是很乐观 因为他被冤魂附身一天 身上阳气流逝过多 导致现在重度昏迷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立即将张强身上的怨气驱散 然后帮他补充阳气 若不然的话 他应该撑不过今天晚上 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 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 是人体生殖 生长 发育 衰老 和死亡的决定因素 人的正常生存 需要阳气支持 所谓得阳者生 施阳者亡 阳气越充足 人体越强壮 阳气不足 人就会生病 阳气完全耗尽 人就会死亡 它具有温氧全身组织 维护脏腹功能的作用 阳气虚 就会出现生理活动减弱和衰退 导致身体郁寒能力下降 我制作好一碗 驱除阴气的浮咒水 灌到张强的嘴里面 看到阴气从张强的身体里面 缓缓地伸出来 我尝出了一口气 光让张强散出身上的阴气没用 还需要让他的身子 补充足够阳气 才能将他从过鬼门关前拉回来 补充阳气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让缺少阳气的人 沐浴在阳光下 可现在是黑天 根本没有阳光 张强现在的身子是冷冰冰的 人身体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 血液循环的速度也会变慢 现在要做的 就是先让他的身子 尽快暖和起来 血液循环正常了 他的身子会自己吸收阳气 我让方东把车子暖风打开 方东告诉我 他车上的暖风并不好用 最终是包拱头习近风 把车子开过来 将车子暖风打开 我们大家一同将张强抬到车上 车子暖风吹了大约一个小时 张强的身子才暖和过来 但张强的身体依然没有好转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他现在是吸气多出气少 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 我俯身而下 用右手捏住张强的鼻子 左手扒开张强的嘴 对着他的嘴里吹了一口气 我吹出的这口气 是我体内的精气 因为我是童子之身 我这口精气 致阳致唇 精气是人体内的元气 将这口精气给了张强 我的身子瞬间就没了力气 头还有些晕沉沉的 浑身疲惫 给了张强一口精气 我的身子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才能恢复好 张强得到我的一口精气后 呼吸变得平缓 脸上有了一丝血色 但人还处在昏迷之中 我从车上下来 双腿无力 身子摇晃了一下 差点倒在地上 张伟上前一步扶住了我 他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但身子还是很虚弱 人被冤魂俯身后 身子会出现一些不良症状 身子无力 时冷时热 头脑昏沉 时欲不振 这都是正常现象 用不着去医院浪费钱 让他在家休息一个星期 多晒晒太阳 补充体内阳气就好了 张伟和方东 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给我 加在一起都不到一千块钱 我没有接他们手里的钱 全当今天做了一件善事 为自己积德了 临走的时候 我对习近风千叮宁万嘱咐 不让他带人拆证魂塔 若是再出了事 就算用八台大叫请我 我也不会再来的 至于之前逃走的那个阴魂 我是无能为力再去找他了 只要他不在阳间作恶 那就没什么事 他若是在阳间继续作恶 就算我不收他 也会有高人去收他 我离开后 习近风露出一脸不舍的表情 看了一眼工地 小区发生灵异事件 每天晚上子时 就能听到有人在唱戏 唱的戏曲是杀死门 我查了一下我们市的历史资料 百年前那个老剧院发生火灾的时候 台上的戏子们唱的就是杀死门 那个小区有不少人看到一个戴着瓜皮小帽 身穿紧衣绸缎的 穿着高腰棉靴的人影 在小区里面游荡 我怀疑大家看到的人影 就是当初附在张强身上的冤魂 按理说 普通人不开天眼 是看不到冤魂存在的 有一种方法 不用开天眼 可以看到冤魂存在 那就是 这个冤魂怨念太强 就在我想着要不要管着闲事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 是富贵家园小区的物业经理 名字叫陈薇 他想让我过去 帮忙处理一下小区所发生的灵异事件 只要能够处理好这件事 会给我丰厚的报酬 我开着车子 来到富贵家园小区物业办公楼 找到经理陈薇 陈薇给我带到他的办公室 又是给我递烟 又是给我倒茶 还让人给我洗了水果 对我热情款待 陈薇这个人 四十岁刚出头 身高一米六八 体型微胖 印堂狭窄 扫帚眉 三百眼 鼻子有点歪 嘴巴不大 两个嘴角微微下垂 下巴短小 我不太喜欢陈薇这个人的面相 从他的面相上能看出 这个人的心机很重 为人多疑 喜欢算计 内心特别奸诈狡猾 王师傅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收费的 一万八 我喊出这个数字 把陈薇下的差点 从椅子上蹦起来 他瞪着两个眼珠子 问我这么贵 你要是觉得我收费贵 你可以找便宜的 我说完这话 就站起身子 准备离开 还没等我走出办公室 陈薇陪着一副笑脸拦住我 现如今 富贵家园小区 发生的灵异事件 在整个安东市 穿得沸沸扬扬 小区之前的房价 是每平一万二 现如今降到每平八千 还无人问津 很多业主害怕地 从小区里面搬了出去 还有一部分小区业主 天天跑到物业闹 陈薇直接砍价 要给我一万 而我执意要一万八 最终陈薇选择妥协 因为我对这个人 不是太信任 让他先给我转一万块钱 等我把这件事处理好了 我再收尾款八千 转完账 陈薇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好奇地问道 很多业主说起 他们晚上看到冤魂游荡 但我没见过 冤魂长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敢跟你解释 要是今天晚上 那个冤魂再次出现 我帮你见一下冤魂 陈薇听了我的话 瞬间语色 不知道该怎么接我的话 看着天色不早了 我用红绳绑了一个铜铃档 挂在物业的正门口处 红绳所绑的铜铃档 名为三清灵 三清灵是一种法器 一般用于做法 三清灵还能感应冤魂的存在 只要冤魂出现在一定范围内 三清灵就会发出 叮铃铃清脆的响声 晚上十一点半 挂在门上的三清灵响了 我站起身子 向外走去 我刚从物业办公室走出来 陈薇也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走了出来 我从胯包里掏出罗盘 平方放在左手心中 右手指着罗盘 念了一句咒语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法由心生 生生不息 我念完咒语后 罗盘上的指针旋转了一圈后 指针指着东南方向 我从胯包里掏出一小瓶牛眼泪 滴入到眼睛中 汪师傅 你在做什么呢 我用牛眼泪为自己开天眼 你想看冤魂长什么样 可以将这牛眼泪滴入到眼睛中 陈薇听了我的话 咽了一口吐沫 没敢借我手中的牛眼泪 你要是怂了 那就算了 陈薇见我露出一脸取笑她的表情 她硬着头皮 从我的手中借过牛眼泪 滴入到自己的双眼中 汪师傅 这万一有点辣眼睛 我不会吓了吧 陈薇用双手揉着自己的眼睛 将牛眼泪滴入眼睛里 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坚持一会就好了 我回了陈薇一句 就端着罗盘向东南方向走去 我和陈薇向前走了没多远 听到有人在唱京剧 小区中间有一个花园广场 广场上的灯散着幽暗的黄光 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我看到那个戴着瓜皮帽 身着绸缎长袍 踩着高腰靴子的冤魂 正在小广场上一边舞一边唱 应该就是他了 冤魂眼睛散发着幽绿色的光 走起路来 双脚点地 一点一点的 就在这时 我俩周围刮起一阵阴冷的寒风 随后我看到十几团黑色阴气 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这些黑色阴气化为冤魂之躯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这些冤魂都全神贯注地 听着先前的阴魂唱京剧 周围出现这么多冤魂 出乎了我的预料 我转过头看向陈薇 想让他先走 却发现他倒在地上 人已经吓晕了过去 我无奈地摇摇头 没有去理会他 我收起罗盘 向前走去 正在唱戏的那个冤魂 看到我的出现 愣了一下 他应该是认出我了 冤魂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继续唱戏 围观的冤魂们 时不时地拍手叫好 这场戏唱了一个小时左右 围观的冤魂 又化为一道道 黑色阴气离开了 现场只剩下我一个人 人有人的秩序 冤魂有冤魂的秩序 你可以在阳世间游荡 但你不应该来到人居住的地方 打扰他们的生活 我将背在身后的陶木剑抽出来 指着冤魂警告道 冤魂望着我没有说话 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猙獰 双眼瞬间变成血红色 我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压迫感 他猛地飞身而起 张牙舞爪地向我的身上扑了过来 我挥起手中的陶木剑 对着冤魂的胸口处就刺过去 冤魂伸出右手抓向我的陶木剑 陶木剑一把被他抓住 不过刺了一声响 仿佛寒水落在烧红的烙铁上 冤魂疼地发出一声吼叫 瞬间松开了抓住陶木剑的右手 冤魂再次向我的身边扑过来 我挥起手中的陶木剑 对着他的胸口处来了一招横扫 他吓得立即向后倒退一步 冤魂几次想要靠近我 都被我手中的陶木剑逼退 他气得是嗷嗷直角 他剑伤我不得 先是缓缓向右移动 继而转过身迅速逃窜 我拎着陶木剑冲了上去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这家伙解决掉 我以为冤魂是逃跑 结果并不是 他跑到一个水池旁停下身子 转过头一副邪笑看向我 我感觉不妙 立即停下脚步 在水池旁的外侧 堆放着不少拳头大小的鹅卵石 冤魂俯下身子捡起两个鹅卵石 向我砸过来 我连忙闪避 闪过之后 回手又是一剑 冤魂躲开 又捡起石头砸我 就这样 我们俩陷入到 你砸我打的死循环之中 没过十分钟 我的体力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算了 不打了 能不能再聊聊 看有什么心愿 我可以帮你了结 我冲着冤魂喊了一声 先将手中的陶木剑收了起来 一般怨气大的恶鬼 不肯离开阳间 总是有心愿未了 冤魂感觉出我现在没有敌意 就走到我的身边坐了下来 眼中的红光暗淡了下来 我叫王一 你叫什么名字 赵大宝 冤魂将他的名字告诉给我 于是 我就向这个叫赵大宝的鬼魂 问起了当年那场事故的经过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原来 赵大宝是戏班的班主 戏班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徒弟 事情发生在1937年的正月初三 乃是天气比较冷 剧场取暖 靠的是老式炉子 工人将炉子填满煤 就跑到前台看戏了 当时炉堂烧得通红 把旁边一个仙堂给点燃 引起了大火 当时剧院里面有一千多人 火石燃烧起来后 众人们就向外跑 看大门的两个工作人员 看到众人向外跑 他们以为有人要逃票 就拿出一根粗铁链 将剧院大门给锁上了 等发现引起混乱的是火灾以后 手忙脚乱去开门 拿支人群蜂拥而上 要是掉落地上 早不知被踢到哪里去了 人们互相踩踏 然后被大火迅速吞噬 听赵大宝的讲述 我心中十分不安 难怪怨念这么重 赵大哥 你现在还有什么 未了的心愿吗 大宝说 想回家看看我的夫人和孩子 估计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说 他们应该是去地府了 要不这样吧 我来为你做一场法事 超度一下你身上的怨气 然后送你去地府报道 估计你去了地府 就能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 大宝的灵体 开始闪烁着悠悠的蓝光 能感觉到 他的情绪在波动 我让大宝先别再唱起了 我要先做法平复他的怨气 否则地府是不收的 谈妥之后 我走到陈薇面前 这家伙还处在昏迷之中 我用手对着他的人中学掐了一下 陈薇苏醒过来 看到冤魂赵大宝 俯下身子看着自己 他再一次下晕过去 我先是将赵大宝送到我的车上 然后返回到小区 将昏迷不醒的陈薇送回到午夜 并再次将他唤醒 陈薇醒过来 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 向四周望去 此时陈薇的肠子都要毁清了 自己就不该把那牛眼泪 往眼睛里滴 见到冤魂 对于陈薇来说 可能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阴影 那个冤魂已经被我处理掉了 咱们把余下的钱清算一下吧 王 王师傅 我 我 我手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明天去财务给你 申 申 申请一下 陈薇吓得磕磕巴巴 听了陈薇的话 我没有为难他 而是迈着大步离开了 我带着赵大宝回到算命馆 抽出三根香 点燃插在一个陶瓷香炉里 送到赵大宝的面前 赵大宝俯下身子 对着三炷香秀了起来 没用上一分钟时间 三炷香就变成香根 接下来 我开始布置法坛 将一块印有八卦图案的黄布 铺在桌子上 又在桌子上放上两根白蜡烛 香炉 一个装有生米的水碗 漆面颜色各异的镇旗 桃木令牌一枚 法剑 三清灵等等 在开坛作法前 我先洗漱了一番 并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 做超度法师 是以经本 咒语 以及法师内功的力量 将沉沦于地狱中 冤魂救出来 再就是超度 游荡在阳世间的冤魂 消除他们身上的怨气 早一点去地府报道 我给赵大宝写了一张超度文书 文书上面写着一大段超度经文 后面填写着赵大宝的名字 生前住址 还有生辰八字 接下来 我右手舞剑 左手摇铃 开始为赵大宝做超度法师 尔时 救苦天尊 便满十方界 常以为神力 就拔诸众生 得离于迷途 众生不知觉 我所念的经文是 太上洞玄灵保天尊说 就苦拔罪 我做完这场超度法事 胃得满头大汗 我发现赵大宝身上的怨气 消散很多 就这样 一直又做了六天 总算是功德圆满 我对大宝说 赵大哥 你身上的怨气已经消散 现在可以去地府报道了 阳间通往地府的大门 再是西郊的老城隍庙 你去到那里 会有鬼叉接引你 说吧 我开着车将赵大宝送到承西城隍庙 承西城隍庙庙废弃了十多年了 但城隍庙的建筑 一直保存得很好 平日也会有人来这里祭拜城隍老爷 城隍庙门口 守着十多个阴叉 这些阴差 头戴方形高筒帽子 身穿黑袍 胸口处用红线修了一个叉字 下身穿着黑裤 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 左手握着长刀 他们的这身打扮 有点像明朝牙异串的服装 近些年 我与这些守着城隍庙的阴差 经常打交道 当我从车上下来 阴差们看到我主动挥手与我打招呼 我将准备好的纸钱和纸叠的金银元宝 从车上拿下来 送到那些阴差的面前 说 这位是我的朋友 他身上的怨气已经全部消散 麻烦您接待一下 送他去地府报道 我指着赵大宝对阴差老大拜托道 行 这事就交给我了 阴差老大对我点了一下头 就招呼手下为赵大宝进行登记 赵大哥一路走好 我拱住手对赵大宝道别 赵大宝望着我脸上露出一副感激之情 又对我身居一躬 就跟着一个鬼差进地府 第二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 梦见赵大宝带着妻子和子女 来到我的算命馆 一家人对我说了声谢谢 又对我身居一躬 就消失不见了 故事到这里 算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 很多人认为 冤魂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东西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人心才是最可怕的 有句话叫人心难测 可能上一秒与你称兄道弟的人 下一秒便会在背后捅你两刀 但我更喜欢另一句话 担心好事 莫问前程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